首都贩毒分子遇上警察执法时 竟然挥刀袭警无法无天 两名警员昨天在吉隆坡交赖取缔毒窟 不料两名嫌犯发难挥刀砍人 结果两名警员头部中刀送院急救 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嫌犯 并在追捕另外一人 警方昨天下午扫荡交赖一栋怀疑 冲坐贩毒中心和吸毒场所的民宅 眼看大门声索 警方下令两名嫌犯开门 对方起初不肯就范 不料嫌犯突然夺门而出 手中还持有八冷刀并一路狂砍 两名来自交赖毒品罪案调查组的警员 闪避不及 头部中刀挂采送院急救 嫌犯逞凶之后逃到附近的森林 华裔普通警员Danny Xia Xiaokan 头部缝了14针之后出院休养 至于无翼无掌 穆斯达法还在医院救医 警方稍后证实 39岁的贩毒分子已经落网 并且全力追踪另外一名40岁的嫌犯 对方的贩毒品罪案调查组